综艺大姐大白冰冰日前参加新科高雄市长韩国瑜就职典礼 看到热闹滚滚盛大场面 我为了能够准时到达会场 前一天就先坐高铁南下往会场旁边的国宾饭店住宿 结果清晨5点半听到人声吵杂 无法入睡 往窗外一看才发现 没拿到入场邀请卡的民众西家带卷卡位 一大群人还兴奋喊着韩国瑜加油 他说民众期盼优秀政治领袖的心情 让他跟着激动起来 车水马龙的高雄街道 像办喜事 更像提前过新年 把过去的乌烟瘴气一扫而空 现场人人都开心 洗上霉烧 高雄好像中头彩就要发了 白冰冰表示 会后安排参加韩市长准备的的小吃宴 曾做过美食节目 冰冰好料理 的我 更能体会政府对庶民小吃的辛苦与重视 市长能放下五星级场地 与民众同欢 让人感到高雄市长韩国瑜的用心 谦卑在谦卑 说到做到 台湾人的本色个性 果然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高雄人有福了 他透露 已为高雄写了一首歌叫做 来去高雄 这首歌在就职典礼当天发挥很大作用 好多电视台的访问都希望我能唱这首歌给大家听 这是他寄 来去花莲 来去厦门的系列歌曲之一 他说 最近会赶紧把编曲做好 然后进录音室录唱 做完成品之后 尽快前往高雄拍MV 让高雄的好山好水 美食收录在 来去高雄 这首歌 很快的会在网路上看到这首歌的成果 希望用文化的力量帮助高雄听观光 让高雄真的能够人进来 钱也进来 高雄人才能发大财呀 两岸文化大使陈孝志看好高雄前景 高雄有都市繁华 还有美丽海景 小吃美食更不可多得 彬彬姐对美食研究非常深入 专业 只要经过她推荐 生意旺到不行 到现在还很多店家挂着和她的合照 证明店家美味料理 孝敬 ad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